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李瑞环谈编程法的第二部分 谈修养 和你一样的不一定就对,就好 和你不一样的不一定就错,就差 你对很多人看不惯,其结果常常是很多人对你也看不惯 好,辩证的来看 就是对,好 想起来一句话叫满口好对好,久居高危 就错,就差 看不惯 就是uncomfortable with with many people 就是uncomfortable with you 不能简单的以自己为标准 评判他人,评判是非 比如,自己长得丑,并不希望找个老婆或丈夫也丑 自己没文化,总不希望自己孩子也没有文化 简单 简单 标准 评判 评判他人,评判是非 比如 长得丑 应该是ugly 嗯,找个老婆或丈夫也丑 嗯 不希望 孩子 没有文化 国与国之间 关系好了什么都好 闹僵了什么都别扭 这也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 情绪可以影响看法 一对男女热恋 女的说 你不嫌弃我胖吗 男的说 胖好 杨贵妃就胖 后来夫妻失和了 男的说 看你胖了像头猪 真讨厌 嗯 所以你看看天津人说的都像段子一样 这个也特别好 嗯 最主要是这句话 情绪可以影响看法 就为什么是说 EQ啊 也不能说是EQ Emotion 然后呢 对opinion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对吧 那这句话说的 国与国之间 between countries 关系好了 relationship is good and everything is good 那么如果不好了 也就特别别扭 这个特别别扭 应该是 呃 Upsed 闹僵了是Upsed 这Ogward 尴尬 差不多吧 嗯 杨贵妃呢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名 一代名人 就是他比较有名 啊 以及 呃 那个那个怎么 无人知识 立之来嘛 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知识 立之来 杨贵妃 我们写一下 杨 贵 妃 那么也叫杨玉环 都是同一个人 那么相对应的那个男人呢 叫唐明皇 当时的朝代呢 是唐朝 唐朝 就是杨贵妃呢 稍微有点胖啊 西安那边的人 嗯 也不能说西安那边的人 就是 当时的唐朝的定都 应该是西安 啊 咸阳 大概其实在那儿 毛主席说过 教条主义不如屎 人屎可以喂狗 狗屎可以肥田 教条主义既不能喂狗 也不能肥田 只有联系实际 学习才有意义 才能长期坚持下去 这个是对的 不管是学习 还是领导 都是一样的 就是 呃 所谓的造本相科啊 最终是实际上是 害人害己 但是毛主席也说过 教条主义至少是比 修正主义要强 那么一点的 对吧 教条主义 待会我们写一下 不如屎 人屎可以喂狗 狗屎可以肥田 毛主席说过 人屎可以喂狗吗 好 不管他 反正说过 狗屎可以肥田 我记得住啊 联系 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是理论 实际是实际 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 学习才有意义 才能长期坚持下去 这也是理论 为什么存在的意义 教条 认为自己凡事 都能说明白的人 这个人常常是不明白 若干人就是因为 老认为自己 什么都明白 最后做了很多糊涂事 这叫做假明白 真糊涂 所以呢 有的时候给别人 就是这种人啊 表 具体表现形式 就是什么 好像都能 说三 说三 到四 到四一样 那么 我们就给他起一个 中国式的外号 叫大明白 就是什么都明白 就是什么都明白 赵本山的电视剧吧 东北电视剧好像有一个外号就叫大明白 好像是哈 当然我大学同学有一个哥们外号也是大明白 凡事都能说明白 当然如果他是真明白 确实这样的人是很厉害的 这必须得说 但是 没说明白 非要硬 耳神说明白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明白 这老外也也也也很多啊 就是什么 我比什么人都懂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不就是大明白的 具体的表现吗 什么 这个就叫大明白 那么这个 这样的呢 就是 以为自己很聪明 其实很多人看起来就是很糊涂 stupid 好我们看领导 leadership 领导力相关的 有人讲人多是优势 这话不全面 不准确 对领导者来讲 那里的人多 还不能就看成是优势 只有得到那里大多数人的拥护 才能算优势 三个星 就是凡事啊 你说出来一个concept 一个名词 或者是说一个观点 那么你在中国 你只要说这个不全面 不准确 那么你到达了辩证法的第一层 这个对立统一 然后呢 能够 说出来一分为二 这个联系的来看 发展的来看 就是不全面 不准确 你只要说出来不全面 那么差不多 这里就在你这儿的 这个 小百分之五十 那么第二层 你要说出来 具体的东西 那么 你就要 掰开了 你比如说这里 那里的人多 也不能看成优势 因为只有得到了 大多数的人的拥护 就是你有了follower 没有follower那些 叫什么message 也不行 那么 这个时候才能算 叫做优势 strategy advantage 我们写下拥护 也可以说 大多数人的追随 差不多 领导者的作用 就在于把多数人的积极性 充分调动起来 并合理发挥出去 领导者的积极 归根结底 是为了使更多人积极 如果领导者的积极 带来周围人的不积极 这个积极就值得怀疑 这个积极就不如不积极 三个性 把多数人的积极性 但是这个也是有一些状况的话 如果是说 这个多数人 可能就混不赖 就犯混的话 也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希特勒当时是把 大多数的日人办案的这些人 全部的积极性给激发出来 那么长期来看 它也不对 对吧 所以呢 还得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是在道义 道德 Moral 这个上面是要 站得住脚 Standpoint 就是这个领导者 才 才可以 就是两者缺一不可 比如说是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 道德上面 也要有一个高度 追随力 就是这个能够激发上面 也要有一个高度 在这儿 才行 调动 调动 我看看是什么 没看到 应该是Mobilize 动员 就是今年啊 中 也不能说是今年 就是有一个Mobilize 这个词呢 是很重要 Mobilize 应该是这么拼 那么呢 中文有的很多时候 这个翻译成叫动员 也不能说中文翻译 就是中文经常讲动员嘛 那么翻译过来呢 应该是Mobilize 调动也差不多 那么合理发挥出去 积极 归根结底 应该是更多人的积极 当然这句话是对的 如果领导者 积极带来周围人 都不积极 那说明这个领导力 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一个好的班子 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 它精通那方面 各有长短 组合在一起 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 当然也要有 比较全面的一点的 知识多一点的人 负责全面工作 如同乐队的指挥 但这种人也不能多 有的班子 所以一个个 数有的班子 所以一个个 一个个数 一个个数不软 加在一起不强 毛病就在这里 整盘象棋都是居 见面就怼 没法走 这个 我只能是说是另外一种比喻 那么毛主席当时是说 这个一个班子应该就是像弹钢琴 对吧 这差不多说的是一个事 那么这个我们看班子 那么这地方就是叫team team 也对 班子我们写一下 应该是一个group 一个team 擅长 精通 擅长 这个翻译是be good at 擅长 然后精通 proficient 各有长短 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 所以长吞理论被有一些人诟病的原因呢 就是他还是和社科的那个相关 就是在某些方面呢 他可以解释一部分 但是他有完全的对立面 那么另外一个对立面呢 就是一个有机体 那这个地方就是解释了 这个有机体的这种情况 要有长短 组合在一起才好 不可能满盘象棋都是居 见面就怼 没法走 接着看哈 全面一点的 负责 全面 乐队的指挥 但是这种人呢 也不能多 不能整个的全部都是领导 没有干活的 对吧 如果是这个样子 应该把这些人都给分开 对吧 毛病就在这里 或者是说一个group的话呢 按照管理的常规的 他应该是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管理幅度有一些限制的 比较好的应该是说 一比八到一比 我没有记对啊 应该是到250吧 也就是说 他是有一个幅度的 有一个限度的 而如果是没到这个比例呢 你比如说八个体 八个人的team 领导占了四个 那就是百分之百不对的嘛 我们不 我们先不说他 我们就说这个比例 那如果是八个人的team 有一个头 有一个 比如说管家婆 还有一个副手剩下的干活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吧 好 接着来看 象棋 chess 国际象棋 应该是chess 中国象棋 应该是channese chess 这个呢 是多音字 在象棋里面是念g 但是实际上 我们经常读的是车 对吧 car 那他读g 他也是car的意思 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在领导面前是奴才 干起工作来是庸才 一切努力是为了升官发财 一旦掌权就搞独裁 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 三颗星 但是问题呢 你没说清 也不能说他没说清楚 就是如何防止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 他如果是投机真的上来了 又该怎么办呢 这种教训太多了 在历史上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 所以为什么说社科很麻烦呢 奴才 庸才 升官发财 就搞独裁 独裁 我看看啊 Dictatorship Dictatorship 这个也是啊 这个 经常讲这个 中国的是独裁 他人民民主专政啊 我没记错的话 也是Dictatorship 就是人民民主 应该是People Democracy Dictatorship 他说的应该是人民民主专政 那么专政呢 应该也是这个Dictatorship 专政 火箭是上来不一定好 磕磕碰碰上来不一定不好 坐飞机不感到山高 登山队员才感到山高 太对了 所以为什么你如果是爱他的话 你应该给他一个提升的环境 你如果恨他的话 你直接给他一个高位的凳子 差不多火箭 Srocket 磕磕碰碰 磕碰碰 磕碰碰 磅 不一定不好 磅磅 坐飞机 不感到山高 登山运动员 山高 飞呢 飞机 我们写一下 那么 有很多时候呢 中文是会 给他搞混 也叫plane 也叫airplane 有的时候也是helicopter 那是直升飞机 但是呢 有的时候也是飞机 什么叫领导 简单的说 领就是带领 就是走在前面 干在前面 身先士卒 导就是引导 教导只有领好了 导才起作用 自己满脸脏东西 怎么号召别人讲卫生 你在台上讲人 人在台下讲你 你讲的还管什么用 太对了 这个是中文的示意 那你leader 当然了 当然了也是 也是干在前面 在前面的意思 但是在前面也可以喊口号嘛 对吧 简单的说 领就是带领 那这个在中文的示意里面就对了嘛 走在前面 前边 干在前边 身先士卒 导就是引导 教导 又得引导 又得教导 只有领好了 导才起作用 满脸脏东西 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 还管什么用 就是 what is the use of what you see 旅行程序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是有一些麻烦 但它是民主权力的体现 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 添了一些小麻烦 可以减少决策失误 导致的大麻烦 这个 我不太知道 旅行程序 它应该是 中国特有的 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是有一些麻烦 但是它是民主权力的体现 也是集思广益 集思广益 这是brainstorming 也可以啊 集思广益 过程添了一些小麻烦 可以减少决策 decision decision making 没毛病 决策 我们写下决策 decision making 领导者必须要有 主见和自信 作为领导者 自己没信心 怎么叫别人对你有信心 自己没主见 遇事拿不出办法 或有办法而不敢决断 别人怎么能遵循和贯彻 三颗星 主见 自信 没有信心 怎么有信心 律师拿不出办法 有了办法 还要敢决断 别人怎么会遵循 就是follow和贯彻 我们来看一下 主见 它是independent 主见我们写下 这个主见呢 会分很多 逻辑上面来讲的话 第一个 你要有自己的方法论 世界观 认知 然后呢 你根据这些 你对于具体的问题 还可以进行具体的分析 拿出具体的办法 最后呢 你还知道如何具体的 实际的操作 最后有相关的results 然后有了这些的话呢 你还能够 persevate 其他的一些 追随者也好 还是怎么怎么样 那么表现出来这些 就是你可以 有决断 并且呢 还能够表现出来自信 决断我们写一下 我们有些同志 只看到人家角色时的果断 而看不到人家 事前所下的功夫 只看到人家 处置问题的自如 而看不到人家 平日长期的积累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 张口就说 说了就对 拿来就拍板 拍板就正确 三颗星 碰到这样的人 挺可怕的 就是 你说不过他 但是呢 他又没有成绩 简单点来讲的话呢 评判一个人 有很多种方法 最有效的 就是看他过往的成绩 决策 果断 人家事前所下的功夫 我看看功夫 没翻译成功夫 好的 处置问题的自如 平日长期的积累 这个翻译起来 或者是理解下来 中文有点累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 张口就说 说了就对 不管他 摸耳朵吧 拿来就拍板 拍板就正确 拍板应该是 Decision Making 组织路线中 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用人 不能失去群众 群众不接受 不拥护的人 你孤了半天 好话也不行 太对了 这个其实就是说 你是捞人 给他捞到这个位置 而不是说是群众 推举出来的人 到达了这个位置 所以是说 这个事实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不是 简单的来讲 就是选举吧 还是选举 或者是说 这个人 根本就没在基层干过 或者是说 在基层干过 没干好 组织路线中 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用人 不能失去群众 群众不接受 不拥护的人 你孤了半天 好话也不行 组织路线 最根本的问题 用人不能 失去群众 群众是一个好词 群众不接受 不拥护的人 你孤了半天 也好话也不行 群众我们写一下 群 Messive Messive Message 就是 中国的政治成分呢 就是 应该是说 Politics Identity 第一个底层的 应该就是群众吧 我没记错的话 我当了很多年群众 Message 领导班子的配备 要讲究结构合理 一个班子就像 混凝土结构 有钢筋 水泥 沙子 骨料 光是钢筋 就没法受压 没有钢筋 混凝土一拉就裂了 所以要讲 合理的配比 这你看又是 和这个讲究 都是有机 合理 一个班子就像混凝土结构 有钢筋 水泥 沙子 骨料 光是钢筋 就没法受压 没有钢筋 混凝土一拉就裂了 所以要讲究 合理的配比 这个 配料很重要 所以 制大国 如烹小 线 所以也是 差不多 人类的知识 有两个特点 从纵向讲 是知识的延续性 从横向讲 是知识的借鉴性 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 纵向靠继承 横向靠借鉴 两个星 特点 feature characteristics 纵向来讲 vertical 是延续性 continually 横向讲 horizontal 是借鉴性 boring 那么development 要靠继承 然后呢 要靠借鉴 借鉴 boring 然后继承 inheritance 有些事情来回的争执 争论十年二十年 到头来一事无成 把时间也丢了 应先干起来 再说 在干的过程中 研究比较 在干的过程中 总结提高 上一讲也说过 先生孩子后起名嘛 三颗星 就是不要不争论 还是那个邓爷爷 那个三步 不争论 第一是不争论 第二个是不折腾 应该是这么写吧 好 第三个是不抓辫子 有的时候也叫不抓小辫子 有的时候也叫不抓小辫子 我们比较注意 对顺着捧的 我们则常常当上当吃亏 不幸可以回头想想 太对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和文化相关 我不能是说在国外 就没有 但是呢 只能是说是我的经历 因为每个人认知世界都是和自己的经历相关 就是我的经历上面来看的话 好像中国稍微多了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顶着干的 老板经常关注 但是顺着捧的呢 又觉得是 对啊 一上课 或者是一开会什么的 拿头点呢 比比皆是 老大我就跟着你了 但是到头来 这个害人呢 就经常是这种 顶着干的 他肯定是有像 这个叫什么 叫愣头青也好 还叫和睦令也好 还是这么什么样的 他对事不对人 对吧 但是这种呢 我们就不好说 所以 我们就还是拿它当扣子吧 如何来处理的话呢 我没看到 看人必须抓住主要方面 看主要方面是缺点还是优点 既要看缺点 对工作有多大害处 更要看优点 对事业有多大好处 多大用处 就一般讲 要先看长处 后看短处 发挥长处 避其短处 在发挥长处的过程当中 补其短处 要先看优点 后看缺点 在发扬优点的过程当中 克服缺点太对了 也是啊 这个三颗星 但是呢 还是有自己的理解 就是 你要看缺点和优点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优点就是缺点 有的时候缺点呢 也是优点 它是半生的 半生呢 是相伴而生 associated 半生 害处 对事业 先看长处 后看短处 发挥长处 避其短处 发挥长处 补其短处 未必 先看优点 后看缺点 没问题 发扬优点的时候 克服缺点 也未必 中国有句俗话 要想公道 打个颠倒 说的是为人处事 说的是为人处事 这是一个一个词哈 称 不要只从一面去想 而要注意替对方想想 换个位置想想 只要能设身出地的看问题 就容易增进了解 消除误解 加深理解 达成谅解 你看哈 这个应该是属于排比 了解 误解 加深理解 达到谅解 我们待会一个一个 单词来看 为人处事 我们来说一下 为 人 处 事 为人处事 应该怎么翻译呢 我先不管他 要想公道 打个颠倒 这个呢 应该是说是 you want to be fair turn it upside down 确实 颠倒呢 就upside down 颠倒我们写一下 颠 到 加深了解 应该是understand 看看啊 消除误解 misunderstand 加深理解 understand 谅解 谅解 谅解是什么 ertrave understanding 解我们写一下 这个解啊 在古代就是 有一个叫 刨丁蟹牛 那么这个呢 也是这个字 刨丁蟹牛 他就是把这个牛啊 整个的一个 一个 划不好啊 那么呢 一点一点给它分解了 就是一点一点 就是拿刀 给它给它卸了 卸了 大卸八块 这个卸了 那么呢 这个呢 就开始 解也是它 就是一点一点 把它给分解 给它 给它卸了 大概其实是这个 所以这个字 也经常用 解决 也是它 压蟹也是它 刨丁蟹牛 也是它 所以这个字呢 因为经常碰到的是解 这个发音 但是在很多时候呢 它又发音是蟹 有些人专找干事人的毛病 甚至给人家 安了小辫 你看小辫子 揪住不放 凡干实事的人 就要说话 就要办事 就要带人 老说话难免有诗 老办事难免有错 老代人难免有怨 哪怕是万分之一 其结果 干事的人 变成了毛病最多的人 不干事 而整人的人 反倒变成了 专给人治病的人 它也对了 那怎么解决呢 还是那一个 要看最终的成绩 对吧 查其言 关其行 毛病 小辫子 小辫子是什么 pigtail 不抓小辫子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什么呢 因为揪住不放 这个是不对的 凡干实事的人 他就要说话 就要办事 就要带人 所以你看 老人家对于领导力 这个领导 第一个要说话 speak out 然后呢 要办事 do something 然后呢 还要这个communicate persuade others 还有安排其他人们 所以这是 有机的三体 但它不是逻辑的 你看说话 办事 带人 也可以是逻辑的 好 继续 难免有失 难免有错 难免有怨 难免 你看排比句 所以排比句是很有力量的 不管是中外 变成毛病最多的人 专门治病的人 难免我们写下 难免 有的人不琢磨事 光琢磨人 专门琢磨干事的人 你在前面干 他在后面看 干对了 他说早该如此 干错了 他说意料之中 常有理 常有理很可怕 这样的人 应该 给他干掉啊 不琢磨事 光琢磨人 所以呢 KPI也是很重要的 给每一个人制定KPI 就是 对于领导来说 也应该是要有KPI 那么会 减少光琢磨人 不琢磨事 这样的现象 专门琢磨干事的人 你在前面干 他在后面看 干对了 他说早该如此 干错了 他说意料之中 再加一颗星 四颗星 常有理 我常讲历史的人 要办历史的事 这包含两个意思 既不要超越历史 去干那些 办不到的事 事情 也不要推卸历史的责任 该干的事情 也不去办 三颗星 历史的责任感 还有使命感 突然想到责任感 责任 responsibility 使命 应该是使命感 比责任感 还要再高阶一些 搞不清楚 可以替换 同一词替换 要看具体的语境 历史 要办历史的事 要包含两个意思 就是你看 就是你只要是 涉及了两层的 他应该是都能 进行这个相关的 来来来 进行分析 办不到的事 也不要推卸 历史的责任 推卸 应该是这么发音 所以推卸 我们说一下 推卸 这个卸呢 和前面讲过的 那个卸牛的卸不一样 它卸是装卸 这么个意思 给他 给他 卸掉 这个意思 就是该干的要干 不该干的 你就不能干 该干的事情 也不能不办 历史给领导者 提供了充分施展 才智的机会 而领导者的所作所为 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 或给人类带来福音 或给人类造成灾难 disaster 应该是disaster 历史最终 都将无形的 对每一个领导人 做出评判 太对了 评判领导人 其实是历史 judge 评判 写下 领导者 充分施展 才智的机会 就是你只要是有足够的follower 而且你的thought 足够了 还是我对于领导力的那个判断 那么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 或给人类带来福音福祉 或给人类造成灾难 mankind disaster 无情的 无情的 所以是说嘛 历史也是不仁 你看啊 无情其实也是不仁 就是没有偏好 一视同仁 本着先救命后治病的原则 抓住重点 急事先办 太对了 四可行 先救命后治病 所以时间管理呢 也不能教条主义 对吧 那么 也不能太百分之百是说 那个就是全错 只能是说呢 你还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那么在这个就是 你突然有了急事 那你肯定先办嘛 对吧 你肯定是 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面面举报 都能搞得定 uncertain 无卡原则 无卡 应该是这样 就是在现在 uncertain这样的一个社会 和一个时代 一个世代 它很多事情 它就是救命的事 对吧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 黑天鹅也好 黑犀牛也好 还是怎么样 就是反正就是 uncertain 就是没办法确定的 突然之间就来了 那怎么办 你肯定先救命啊 对吧 然后你 你再治病啊 抓住 抓住重点 抓住有声的方面 即事先办 不要把那些 化了妆的东西 当做真理 太对了 三个性 化了妆 就是化妆 discreen 也和makeup 应该是差不多 或者是printed 当做真理 包了包装 就是 所以呢 在咨询和培训行业 经常是 每年它势必 蹦出来几个 专有名词 在管理学上面 在领导力上面 那么这些 它就是真理了吗 那么就是能够影响 未来很长时间的 马飞野 它是市场化 营销化 只有那些傻瓜 才 而且是居了高位的 才认为 这些就是 很教条的 就是按照这个 来操作 就错了 其实reality 它就在这 一直就在这 共唱一台戏 补台 不拆台 共唱一台戏 sing the drum together 补台 不拆台 这个应该是 领导班子 相互开会的时候 会说的一句话吧 武松是个英雄 那是因为 他打死了老虎 他要是打死一只猫 就算不上英雄了 武松 古代的人物 英雄 hero 打死了老虎 tiger 打死了一只猫 kidon 就不是英雄了 我们看武松 武 松 那么他呢 还有一个叫武二郎 就是武家老二的意思 那么他呢 有一个哥哥 叫武大郎 就是武家老大的意思 那么他呢 是卖烧饼的 催饼 那么他 他的大嫂 也就是武大郎的老婆呢 是小潘 阿莲 金莲 他还有一个 害死武大郎的 那哥们应该是叫什么名 这我没记住啊 那么潘金莲 就是他的这个观景图 那么 是在水湖里面出来的 好 没写错 这个字呢 有意思啊 你如果读是读半边呢 是水许 但是呢 有了三点水 是水虎 梁山坡 108 108 这个好汉 水虎 那武松呢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在历史上面的话呢 也不能说是历史 就是 呃 他最后呢 就是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单臂情方辣 嗯 我们写文章 顾虑很多 面面俱到 穿鞋戴帽 光光溜溜 油油滑滑 转眼转不住 摸也摸不着 嗯 写文章 顾虑很多 面面俱到 穿鞋戴帽 光光溜溜 油油滑滑 转眼转不住 摸也摸不着 嗯 光光溜溜 翻译 naked 啊 油油滑滑 sleek 啊 转眼转 看的grabs 摸也摸不着 啊 touched 他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写文章的时候呢 面面俱到 面面俱到 是对的 这个形式是对的 但是这个内容呢 你如果 没有办法 能够支撑 你那个框架 你面面俱到 就有问题了 是这么个意思 实践不等于就是理论 如同木头可以做桌子 但不等于桌子 这个是理论和实践的 相互的联系和发展的 这个状况 就是实践呢 你不能光讲实践 木头可以做桌子 但是不等于桌子 不能光讲实践 也不能光讲理论 这个类比太好了 对于一些影响全局的矛盾和问题 要像老鹰逮兔子一样 不得下一块肉来 不杀嘴 不见兔子 不杀鹰 太对了 就是先解决重要的事情 而且必须百分之百的解决 影响全局的矛盾和问题 要像老鹰逮住兔子一样 不逮 不逮下一块肉来 不杀嘴 不能像有些人那样 天桥的把势 只说不练 天桥的把势呢 是天津和北京那一带的 这个说法 天桥的把势 就是只说不练 哗哗哗哗哗 说了半天 但是呢 可能是说 它只是假把势 它这个翻译 有问题 天桥的把势 without practicing 它应该是意义的 you can't just talk about it without practicing 就是你不能光说不练 没有时间 现在的一种不祥之道 是评论员太多 裁判员太多 运动员太少 太对了 就刚才画的一个组织 有一半 全是评论员 全是裁判员 运动员太少 实际上 它应该 这个比例图 应该是评论员 裁判员 运动员在这 所以这是不祥之兆 你一个组织 一个 human resources 相关的这个人员 应该是在组织结构的 上面 应该是下功夫 那么 一个团队 如果是领导太多了 就不行 你可以给他 做成明确的分工 那么像我当时的 那个组织来说的话 是 我们见客户 必须得是头头去 对吧 但是你可以是要 要求若干的 这个相关的 给他 给他区分开 每个人 他负责的这个块 是在这 然后 你可以画成 类似这样的组织结构图 而中间是做实事的人 而如果不是这样的 组织结构 不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而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就大了 不相制造 就是 评论的太多 裁判的太多 早该如此 就是类似的 这也就不对了 运动员不能太少 空谈物国 实干兴邦 我们有些同志 沾染了一些 很坏的风气 他们习惯于 坐在屋子里 豪言壮语 气吞善合 听起来似乎 决心很大 道理很多 但只有唱功 没有做功 嘴行千里 屁股在屋里 高谈使他们 浪费了很多时间 扩论使他们 耽误了很多事情 有些同志 茶碗一端 说话无边 香烟一点 专说人短 他们习惯于 说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就是不说 怎么样才对 他们总喜欢 说这人不行 那人不行 就是不说 自己行不行 他们不当运动员 只当裁判员 只吹哨不上场 谁进球 吹神犯规 你在前面干 他在旁边看 干好了 他说早该如此 干错了 他说意料之中 他们散换了 他们换散了 别人的斗志 污染了周围的空气 误士误国 误人误己 此患不出 四话难以 太对了 四颗星 所以在领导力 尤其是诗人的 这个上面 筛选的 这个上面的话 是一个很高深 很高深的功夫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对于 人力资源的 相关的同事 来说的话 就是这个文化 如何能够 建立得起来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如何有机的建立起来 不是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的 那样一种 而是真真正正的 给他做起来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风气啊 就你只要是说 是在一个 稍微有一点适合的 这样的土壤 马上就就 渲染起来 其实不管是中国 这个美国也是 前一阵子不就是报道了 美国的 叫什么 叫海军 就是应该是在 military Pentagon 这个叫什么 就是他在飞机上面 上厕所排队 都是要由他下属 来给他掀牌 海罪人后来是自杀了吧 还是说是那个 职位他 没有办法去当啊 就是不管怎么说 只要是土壤 适合这样的杂草 他马上就生长得起来 人际关系会好嘛 这个样子 但是呢 对于一个 有报复心嘛 有气图心 这样的 你就野心也好 就是这样的组织的话呢 这样不行 他不会有太多的战斗力 没有最终的results 因为很多都会合理化掉 所以怎么办呢 还是那一个 就是你如何树立起来 这个culture 很重要 那么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你在树立相关的这个 你应该是results 为先 results前面应该是有go 你如果没到达这个objective 你这个就不应该再往上升一个层级 你应该是到达一定的这个results 他才有这个position 没有results 光talkabout 这是不对的 好我们来看 豪言壮语 气吞山河 决心很大 道理很多 唱功 没有做功 你thinker都算不上 trumper 很抱歉 又造了一个词 唱功应该是trumpet 大概其实是这么个意思吧 没有做功 嘴型千里 屁股在屋里 这个应该是类似的这个排比 这个千里和屋里 它不是一个意思千里 thousand mile 那么屋里呢 应该就是就是耗手 但是在中文的语境里面 就给别人一些很大的对比的力量 你就这个礼它都是 嘴型千里 屁股在屋里 空谈物国 实干行邦 茶碗一端 你就别顿茶碗 说话无边 相应一点对身体还不好 专人说短 专说人短 排了这个 干好了 早该如此 干错了 意料之中 这就不对了 我们要杜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 New World 英雄 英雄 Heroes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一页 slide 说的 早该如此 早该 如此 这也中文也经常用 然后呢 再说一下 意料之中 就是一个领导 如果是能表现得出来 这个 做对了 就是他早就应该这么做 没做对 意料之中 那这领导 反正在我看来 不应该有这样的领导 对吧 好 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学习 感谢各位的观看